好的,各位同學好,我們現在繼續來談Dummies and One Way ANOVA 所以再說一次,我們這邊TEST的是我們的資料中可以看到 Buston近郊506個城市中,我們可以把它們大概分成9組 然後每組的分數從1排到24,這個數字越高 就代表說這個城市越容易抵達Highway,所以交通可能越方便 然後我們想要TEST這9組的中位數房價的期望值是不是一樣的 然後我們用ANOVA來TEST 除了ANOVA之外,我們有另外一個更直覺更簡單的選擇是這個樣子 來,我們回到黑板,然後讓我先把這邊的地方擦掉 好,我可以故意把我本來的H0留著 好,我剛剛說我們有一個更直覺更簡單的方法是什麼 我們把,我們來定義一些Dummies variable 我們總共有9組 我們定義Di等於,不要用Di好了,用Dm等於1如果 我們應該要把它寫進去Dmi等於1如果 我的第i個程式是在GrooveM裡面 0Otherwise 所以如果,如果第i個程式 或者我應該說第i個城鎮 就是他們都在Buston近郊 看i是在 我隨便說,比如說它在第三組 D1i等於0 D2i等於0 D3i等於1 D4i等於0 D5i等於0 然後 然後 我這樣model我的 我的Y是我的中位數房價 我說它可以寫成 Beta0加上Beta1乘以D1i 加上Beta2乘以D2i 一直加到Beta1乘以D3i 一直加到 I'm sorry 加到BetaM-1乘以Dm-1i OK 好了 為什麼我沒有N組 但是我只加到Dm-1組 我可以把原因是 我可以把這個Beta0 改寫成什麼 我沒有做什麼了不起的改寫 不要擔心 我把這個Beta0往這邊 搬一點點 我可以把這個Beta0 寫成Beta0乘上1 然後 因為我全部的程式可以分成M組 所以 D1i加D2i加上D3i加 一直加到Dm-i 如果我把這M個Dummy全部加起來 會等於什麼 因為我的程式一定是在某一組之間 某一組之中 不是某一組之中 所以其中一個會是E 其他都是0 所以加起來一定等於E 這個E 如果我把M組都放進去的話 他們加起來一定等於E 它就會跟這個E 怎麼樣了 就跟這個E 線性重刻了 就跟這個E Muticollinear 所以我要寫了嗎 To prevent 為了防止 Muticollinearity We drop D&I 我們故意不放Dm組 這樣 所以 那 那些 落在Dm組的那些 程證 就 這些都不會去 這幾個就都是0 好 所以我要說什麼 我來說什麼 我來說的是 4 i in group 1 我的Yi的期望值 就是 就是 beta0 加上 beta1 OK嗎 beta0 beta1 d1是1 或者我應該 這樣寫會更清楚一點 我把這裡擦掉 我重新寫 我想到一個更好的寫法 我來這樣寫 我的 Yi 的 條件期望值 i 在 group1 i 在第一組的話 或者說 好 就這樣吧 它的條件期望值是 beta0 加 beta1 我的 Yi 在第二組 的 條件期望值是 beta0 加 beta2 我的 Yi 落在 D m-1 如果 i 如果 落在 D 1 i i 等於 1 其他幾個都等於0 所以 y 就等於 beta0 加上 beta1 我現在說 我現在說 我的 H0是 這些條件期望值 全部都一樣 也就是如果我把每組的期望值寫成 mu1 mu1 mu2 一直到muN的話 我的 H0 是這些全部都一樣 所以它可以寫成什麼 beta1 等於 beta2 等於 da da 等於 beta n 減 1 等於 0 我可以把我的 事物假設寫成這個樣子 所以 我剛才說我們怎麼做 ANOVA 我要怎麼做 Analysis of Variants 我剛忘記跟他說對不對 對不起 ANOVA的中文叫做 變異數分析 不過你可以自己把它分形成 我剛才跟他說我怎麼做 Analysis of Variants 我們把它叫 ANOVA 是用Analva的縮寫 變異數分析 我怎麼做 ANOVA 你要先去計算 factor sum square 然後去計算 arrow sum square 把分子 除以 m-1 分母 除以 m-m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會是 f distribution 另外一個做法是 你把這些DOMY寫下來 你把這些虛擬辨數寫下來 你拿Y對這些虛擬辨數做一個 regression 然後你去檢定 ANOVA1 beta1 β2 3 β40 至0 我們怎麼檢定這個東西 F-Test 还记得吗 我们有F-Test 我们现在回到R 我们到R来看一看 好 我们在前一个引键 跟大家讲过前面这些东西了 我们现在 我们前面说 我们拿中位数房价 对各个城市 做一个ANOVA的话 我们得到F-Statistic是18.42 P-Value是2乘以10的-16次方 现在我们可以拿 中位数房价 对各个城市的Dummy 做一个Linear Regression 然后去检定 Beta1等于Beta2等于Beta3等于Beta4 全部都等于0 这是我跑出来的结果 我把底下的Council 拉大一点 让大家看清楚 好 这是我的结果 首先跟他说第一件事情是 我们有9个组 可是你看 我们产生了9个Dummy之后 R自动把门丢掉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的系数是 Not Available 为什么 前面说的 为了避免Mutical Linearity 为了避免贡献性 所以 R自动 手动 R帮我们动 R自动帮我们把 最后一组丢掉了 他只放了前八个Dummy 前探巴米的估计 Beta1 Beta2 Beta3 Beta4 估计分别是7.9 10.4 11.5 4.9 9.3 4.5 10.7 13.9 然后 你可以去一个一个简定 他是不是零 但是我们要做的是 F-Test F-Statistics 18.42 有没有 跟我们刚刚Anova 做出来的一模一样 P-Value 2.2乘以10的-16次方 跟我们刚刚Anova 做的是一样的 Hey 所以 我们可以用 Linear Regression 来做 Analysis of Variance 你不需要去记 为什么 你要 Stop Factors 群 M- 我们做的就跟 Linear Regression 一模一样 你只要写下 你的 Dummies OK 所以这边是 我们用 Dummies in Regression 来做 One 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好 所以我们在 这个当节 我们总共讲了四个影片 我们 我们介绍了2-sample t-test,我们介绍了1-way ANOVA 但是我们发现,其实我们都可以在Linear Regression加构下 透过加上Dummy Variable达成 我希望讲这几个影片之后,大家可以对Linear Regression有更深的了解 而且我们还学会了两个test